今晚被爆密運中的張秀文 被指戀上皮草太子野 黃大葉堂弟弟黃大權 Sammy回應傳媒時大方認愛 還甜笑說他們相處得很好 這日Sammy暫時撇下男友開工 聯同余德成、江家敏和何詠卓 一起現身 依依我不想再病了拍攝 這集眾人說到急救話題 Dixon益述自己三年前 因為心律不正昏迷入院 都覺得自己好幸運可以康復 幸好有很好的隊友 用一個適當的方法 將我救回 所以大家都知道AED的重要性 Sammy呢 我都覺得 今天學員都發覺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要注意 不是想像中那麼難用 也不是想像中說 不知道原來要抹汗 這些那麼小的細節 其實都要清楚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是 好像剛才Honey那樣說 他覺得我們上學的課程 應該要加入First A 說到急救知識 Honey表示讀書的時候 已經收讀急救課程 他亦建議大家都應該有 基本的急救知識 從小到大都有這個知識 但我發現原來 我身邊很多人都沒有 因為你人在一個緊急的情況下 其實你要想怎樣做 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們學First A 是要重複那個動作 重複到你的腦 還沒想到你的身體已經去到座 所以我覺得 這個應該人人都要學 先進行一個本能反應 對 Carmen的本能反應就是 當見到皮革暈倒的時候 自衛 再會 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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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不醒啊 這樣 其實這個節目也不錯 除了我們拍攝的嘉賓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很多觀眾都可以在這個節目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知識 我有一些都懂的 因為我兩個妹妹都有急救派 所以我妹妹考試的時候 我都有幫她一起運輸 有讀她的書 還有做商借給她包紮 所以其實我在這方面 都是被人教 在包紮方面也挺有心得 江家敏最近為新劇42張經角色 展開一頭長髮 以男仔頭示人 這日她就帶上長假髮現身 還說很不習慣 因為已經看慣了自己斷頭髮的樣子 所以可能以後會留短 留短嗎 留短 保持,保持短 保持短 適合你的字 你真的看得慣嗎 不漂亮嗎 你看不慣嗎 我剛才不認得你 我去發展間不認得你 我在聊天 然後想想她不理我 想想現在這麼高度 原來認我不懂 阿姨是認識的 你去到黃色黃金白 對,金黃金白 清談節目代溝關注組 雖然已經播放完畢 主持Sammy就說 跟節目的前輩嘉賓 好像肥媽和李家定等 建立了深厚感情 還大讚她們超級友善 其實她們的樣子好像很兇 說得很兇 但其實她們私底下 都是很溫情 其實有很多東西想教識你們 有很多東西想讓你們知道 讓你們知道多點 了解多點 其實她們是一個很甜蜜的長輩 所以我們很開心 就是我們自己事後 其實現在已經開了個群組 對呀 開了個群組訪 對呀 媽媽是很有趣的 就是她會聘請我們去網台節目 然後又煮一些東西 當我們是她要刷鞋的媳婦 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的 就是因為她真的很喜歡煮食 我覺得我們一群人可以這樣 可以再大家平時聚在一起 我覺得很甜蜜 請不要咎 服侍 服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